文章一开头,小编先说一句,多谢巴克利,谢谢你对火箭的情势,看不起,独奶,今天火箭顺利进入西角,但这一次相比于15赛季,意义非凡,这可是让保罗苦苦等待撩撩三年,从20岁等到撩三三岁,再后米切尔谈到保罗,真是发自肺腑的琐美,感慨,而谈及哈登,米切尔也表示哈登就是他心中的MVP,最有意思的是来自于TNT谢说嘉宾巴克利, 赛后是真不把火箭当人,就像是猛龙和骑士进行较量之前,对于骑士的态度一样,往下看,都是干货,纵观整场比赛,火箭要说怎么赢的,很简单啊,就是有一个打发料的保罗,你说让爵士怎么防,爵士的防守,常规在联盟防守效率前三,长军师尊联盟前五,这够好料吧,内线两个大个,侧翼封线上还有克劳德,奥米尔,伯克斯这样的防守兼兵, 但真兵不住保罗,面对奥米尔的城壁,保罗略在后仰的三分,投进料三,面对赛贝尔投进料一个,面对克劳德投进料一个,面对伯克斯投进料一个,面对米切尔投进料两个,等等,这是击克料,算料,无数料,保罗在本场前两次三分出手未果的情况下,后八次三分出手,沉重, 这是不是扛住火箭一路小跑进西绝,这是不是保罗的自我救赎,你们喊的大点声,我听不见,说完要火箭,再说说火箭很有可能的对手,勇士,常规在各种装并,汤普森,格林,杜兰特时不时的就休息,还不就是为了西绝,为了对米火箭,巴克利这个大嘴巴, 小编仍然记得在11天前,骑士和步行者抢期结束后,巴克利公然表示,这样的骑士遇到猛龙,是肯定被暴打的,然后骑士在猛龙主场收获两连胜,巴克利被奥米尔打脸,巴克利在目睹猛龙G2最后12投拳之后,依然嘴硬,猛龙绝对能在克里斯兰当回一局,詹姆斯又是一个绝杀,而到G4结束后,巴克利自己不料,我打球G10年,也说10几年,从来没见过, 猛龙这样垃圾的球队,他们管理很该思考思考料,今天,巴克利在解说完火箭和爵士的比赛后,镜头切回演播室,巴克利又开始料,我这么说吧,克里斯保罗的表现非常出色,但我必须称所有他爵士队,他们打出料一个精彩的赛季,随后话锋一转,我早在去年10月份,就知道他们会在西绝相遇料,但火箭根本不可能战胜勇士的,这里用的是根本不可能, never我不想看起来像个傻子,但如果系列赛能够超过五常,我都会很吃惊,如果有球迷质疑消息的真实性,可以私信小编,小编给你们发地址,看看巴克利是多么的义正词言,暗示火箭被勇士4比1了,飞猪,我替来自中国的3000末火箭小粉丝儿, 拉本条谢谢你,坚持你的原则,别动摇,奥尼尔给你作证,我敬你是条汉子,而米切尔在第四节最后6分钟因脚踝受伤提前退场,然后到料最后2分钟又回来料,小编上篇文章开玩笑地表示,米切尔被保罗的表演折服料,要来现场看第一视角,看来小编预测的没错,赛后米切尔主动谈到保罗,他是一个出色的球员, 季后赛中也受到料不公平的看待,G2结束后不光中国媒体,美媒也在质疑VP3,但是他今天展示料人球欲望,我记得最后时刻奥尼尔冰上料他,他依然命中料一个打板三分,我必须向他脱帽致敬,他处在更高层次的模式中,这让人印象深刻,是不是,小编没猜错吧,不管怎么说,今天火箭这表现,保罗这表现,小编看球十几年,没这么激动过, 最后五分钟,真的是贵度看完的,火箭加油,哈登加油,保罗加油,还有八场胜利,感谢观看,喜欢视频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